威廉王子是否是一位女儿奴 这一点他倒是没有表现得太过明显 不过和大多数父亲一样 这位现年39岁的未来英国国王 或多或少对女儿也是有所偏爱的 而且他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起小公主 在生活中的小事 那种当父亲的自豪也是异于言表的 而据《每日邮报》当地时间3月7日消息称 威廉王子和6岁的夏洛特公主 在上周日进行了一次只有妇女两人的出行 爸爸亲自护送女儿 到伦敦一家名为I.I.Pagliacci的意大利餐厅 参加同学的生日派对 尽管这是一次私人出行 媒体并没有进行跟踪拍摄 不过威廉带着女儿夏洛特进入餐厅的画面 还是被餐厅内的监控摄像头捕捉了下来 当然王室成员的出行也是需要保镖陪伴的 据悉几位保镖率先进入了餐厅 然后是妇女二人 从画面可以看到 小公主穿了一件黑色的连衣裙 梳着公主头 很是优雅端庄的感觉 进店后 小公主在服务人员的引领下 很是迅速地去寻找她的同学去了 看上去很是自信 而爸爸则是跟在女儿的后面 当然身为公众人物的他 免不了会被认出来 王子和餐厅老板握手致意 不过当对方提出合影要求时 却也被他婉拒了 威廉的手中拿着一个粉色包装纸包装的礼物 应该是夏洛特要送给同学的心意 据悉 威廉并没有一直陪伴在女儿身旁 几个小时后 她重返餐厅接走了女儿 而能和朋友们一起度过有趣的时光 夏公主也很是开心 这就是夏洛特参加同学生日派对的地方 据报道称 这里也是戴安娜王妃生前最喜欢的披萨店之一 当她在健身房锻炼之后 总会在这里停留 通常都会点意大利香肠披萨和玛格丽塔披萨 之后带回家和两个儿子一起分享 夏洛特公主和她的弟弟三岁的路易小王子 已经许久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了 倒是他们的大哥 八岁的乔治小王子 不久前和威廉王子凯特王妃一起 现身特维克纳姆体育场 观看了一场橄榄球比赛 有爸爸妈妈在身旁呵护 小王子显得很放松 土舌头的样子也很是顽皮 近来有消息称 威廉一家五口可能会搬离伦敦市区 准备到距离伦敦市区 一个小时车程的温莎地区居住 而现在他们所居住的肯兴顿宫 将会只作为夫妻两人的工作地点 而不是日常生活的地方 已经73岁的查尔斯王子 这日子过得真是表面风光 内力一片糟糕啊 事实上 超长待机的老王储的日子 过得真是有够不顺心 先不说别的 就来说说这段时间发生的这几件事 就够73岁的威尔士亲王吃睡不香了 2月初 二婚结婚快17年 才好不容易等到老母亲 95岁的英女王真正承认卡米拉 终于松口同意儿媳妇做王后 紧接着 母子婆媳三人就相继得了新冠 这2月中 这一箱还没从二次确诊新冠的隔离期出来 伦敦警察厅就对其涉嫌的现金卖勋丑闻 展开了正式调查 而另一箱 安德鲁王子终于与美国女子弗吉尼亚·罗布兹吉福 就性侵指控达成了庭外和解 本来 这件事和查尔斯没啥实际关系 虽然因为事件的恶劣 确实给君主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让他郁闷不已 但按理说 61岁的弟弟年轻时坐下的荒唐室 总不能让哥哥为其买单吧 但事情就是这么凑巧 查尔斯还真的就为安德鲁的无耻行为买单 你说郁闷不郁闷 这还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据外媒报道 在其达成的和解协议中 安德鲁需要支付给吉福女士 1200万英镑的赔偿金 其中200万英镑 需支付给吉福的慈善机构 并且 必须在3月17日之前按协议规定的期限付款 这笔数额巨大的巨款 可真是筹坏了安德鲁 因为这件事的致命影响 英国民众的眼睛也都全部擦亮 生怕95岁的英女王犯糊涂 用公共现金给儿子抹糊涂账 之前因为女王以个人名义 向吉福的慈善机构捐了200万英镑这件事 在英国已经引发了民众 对安德鲁和女王的另一波声讨 而剩下的这1000万英镑要怎么办呢 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 他没有收入 也无任何抵押物向银行贷款 所以他的家人就成了他唯一能保证偿还的方式 据悉 安德鲁之前一直着急要卖掉其在瑞士的滑雪小屋 来支付这笔巨额赔偿金 但卖房子是急不来的事 更何况 这间滑雪小屋 已经是安德鲁和前妻莎拉福格森最后的一仗了 安德鲁肯定不能低价卖出 但是 赔偿金那边又不等人 必须得按时付 否则的话 案件将会进入下一阶段 审判阶段 该消息人士透露 王室家庭内部讨论过 要从这里取点 从那里凑点 最后确定 由查尔斯先帮安德鲁支付赔偿金的绝大部分 女王和其他亲戚再帮着支付小额部分 绝不会动用公共资金 据悉 查尔斯将得借给安德鲁700万英镑 来帮他解决这个大难题 这位消息人士还表示 一旦滑雪小屋的钱进入他的银行账户 他就会把钱还给他的哥哥 和其他借钱给他的人 据媒体报道 乐观估计 安德鲁还得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才能把滑雪小屋卖掉 至于什么时候能真正卖掉 还是个未知数 当然了 这笔钱安德鲁是赖不掉的 3月7日 据一家澳洲媒体报道 如果安德鲁不偿还查尔斯这笔钱 那么这笔钱将会在未来 从他在女王那里继承的份额中扣除 先不说这笔钱赖不赖得掉的问题 光想想要为安德鲁的荒唐事 暂时买单这件事 查尔斯也要郁闷透了 更何况 这些年 两兄弟的关系并不好 甚至一度很紧张 查尔斯出生于1948年 安德鲁出生于1960年 这意味着两人成长经历的交集并不多 虽然是同父同母 但女王教育两个儿子的方式也完全不同 对于查尔斯 英国王储 女王在培养继承人方面 自己很有压力 对查尔斯的要求也相对高 对于已经继位多年后 又得来的这个儿子安德鲁 彼时的女王已经适应了当王的节奏 有闲暇享受做母亲了 王室作家凯瑟尼科尔 曾在某个纪录片中提到 查尔斯和安德鲁之间的关系 非常紧张 但安德鲁和他们母亲的关系 很不一样 女王对安德鲁更亲和 也更亲力亲为 在女王的眼中 这个儿子就不会做错事情 英王室专题记者 Pani Junior说 我认为女王在安德鲁王子的问题上 总是有盲点 20世纪80年代 因为两人妻子的关系比较密切 两兄弟的关系趋于缓和 据悉 戴安娜王妃和沙拉 在结婚前就已经认识了 在加入王室后 两人的关系变得更亲密 因为妻子的缘故 两家人在一起相处 度假的时间就多了起来 因此 查尔斯和安德鲁的相处 也变得融洽了许多 然而 好景不长 两段婚姻都没有持续到最后 于是 女王的长子和二儿子的关系 又恢复到了原来的僵局 这些年 因为尤金尼公主 和翠碧丝公主的保安问题 查尔斯和安德鲁闹得相当不愉快 当然了 这一切都要归咎于 查尔斯的缩减君主制的长远构想 据悉 一月份 安德鲁被剥夺头衔的事件中 查尔斯父子起了决定性作用 王室专家 罗伯特·乔布森向媒体透露 安德鲁王子因为自己被王室抛弃而伤心欲绝 但从女王 查尔斯和威廉的角度 他们别无选择 据悉 包括此次这么迅速地达成和解协议 也是女王向安德鲁失了巨大压力 要求她尽快结案 据消息人士透露 这个案子 在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下进行审判 是不可想象的 在听了查尔斯和威廉的建议后 女王要求安德鲁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结一 结一 结一